皇帝也喜欢美妆博主 南唐美妆博主大周后是怎么引领时尚潮流的 她是南唐后主李玉的皇后 更是南唐的美妆博主 周娥皇很美丽 特别擅长装扮自己 她创造了高病心上和手翘病夺等妆容 这些妆容十分的美丽动人 后宫小姐姐们争相模仿 甚至传到宫外 有很多上层的贵族女子们都纷纷做此仿妆 周娥皇的仿妆一时间轰动一时 明满天下 在电视剧《问君能有几座仇》中 周娥皇明明和赵宽懿一见钟情 奈何却嫁给了当时的南唐六皇子李从家 也就是李玉 成了皇子妃 别说命中有数的人 她逃都逃不开命运的安排 没想到李玉登基了 周皇娥居然成了皇后 他们是美人和才子的结合 也度过了一段美好幸福的生活 后来周娥皇生病了 妹妹周家敏进宫探病 和李玉相互看对了眼 走在了一起 得知真相的周娥皇抑郁而终 临死前她见了赵宽懿最后一面感慨万分 因为她得到了赵宽懿一辈子的怀念 这部剧2007年在央视一套播出 刘涛饰演的周娥皇很美也很凄惨 那么历史上的周娥皇跟刘涛饰演的角色相差多少呢 周娥皇公元936年出生 她的父亲是南唐司徒周宗 是名门望族 在当时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子 多半是要入宫为妃为后的 出身世家的女子从小就饱读诗书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尤其擅长琵琶 少年时的小周随父亲进宫时 为南唐元宗李景祝寿 用琵琶为其奏乐得到了元宗的夸赞 并将交通琵琶赏赐给他 小猜妮从这时候就打开了市场 954年18岁的小周 嫁给了当时的六皇子李玉 入宫做了皇子妃 这里跟剧情不同的是 历史上的周娥皇和赵宽燕 根本八杆子都打不着 两人相差9岁 小周入宫的时候 赵宽燕还在给别人打工呢 当时任职的是开封府的马之军使 六年后李玉登基为帝 策立周娥皇为皇后 在历史上周娥皇是美貌和财情 都很出名的皇后 国色天香 阴姬玉骨 是对她容貌的评价 媳妇是个妥妥的文艺女青年 丈夫也是个文艺男 李玉是一个被皇位耽误了的文学家 本身很有才华 周娥皇对她来说无疑就是知己 成绩后 因为共同的爱好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经常在一起作词谱曲 除了是美妆博主之外 周娥皇还是个才艺达人 舞技精妙擅长音律 有一次李玉找到了 尼昌与一舞的残谱 这首曲子在唐朝时期很流行 五代十国时期因为战乱 谱子丢失了 很多人想要修复 却没有成功 在两人的努力下 终于将这首曲子修复成功 还将其中不好的地方去掉 让这首曲子变得更加好听 他们还将曲子编成了舞蹈 由周娥皇亲自指导宫女排练 后来他还制作了腰醉舞破 恨来迟破等乐曲 并将这些曲子变成舞蹈流传 他们的感情很好 李玉还给周娥皇做了 书琵琶背和玉楼春 这些传世民作也见证了 这位帝王对自己妻子的爱情 可他们的爱情 根本经不得考验 有一天第三者还是出现了 南唐也有遗休的故事 夫妻情深为何没有敌过妹妹的美貌呢 李玉和周娥皇 一个才子一个家人 过了十年幸福美好的日子 也许是上天觉得周娥皇太幸福了 所以想要给他一些折磨 公元九六四年周娥皇生病了 病重到卧床不起 年幼的小儿子只好被养在了别院 某次他在佛像前玩耍的时候 一只猫碰掉了大大的琉璃灯 幽子受到了惊吓 因此夭折 他死的时候才四岁 听到这个噩耗 周娥皇伤心欲绝并更重了 为了照顾周娥皇的病情 他的妹妹小周厚经常入宫 小周厚比姐姐小十四岁 当初姐姐结婚的时候 她才五岁 后来因为姐姐的原因 她经常出入宫廷 很得李玉母后中太后的喜欢 随着小周厚慢慢的长大 看到了帅气而且有才华的姐夫 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一次进宫 让她有了给姐夫当妃子的想法 而此时的小周厚 年轻漂亮充满活力 让李玉对她也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虽然小周厚没有姐姐那么有才情 但是她才十四岁 能歌善舞 而且更加的年轻貌美 她的到来给了李玉不一样的灵感 慢慢的李玉喜欢上了小姨子 这和遗休成员的故事简直是太相似了 他们开始频繁的优惠 李玉还给小周厚做了一首菩萨蛮 描写了她和小周厚在一起的事情 这时候的李玉早已忘记了 还在病榻上的周娥皇 享受着年轻的小周厚给自己带来的活力和灵感 面对李玉这位皇帝姐夫 小周厚也并没有顾及到姐姐的感受 只是想着自己能像姐姐一样入宫 过上像姐姐一样的尊贵生活 甚至想着取代姐姐的位置 至于姐妹俩的父母 更想保住自己家族的荣耀 主动让小女儿进宫 万一大女儿不在了 后卫还能在自己家人手中 再加上中太后也很喜欢小周厚 就这样小周厚和李玉在一起了 但谁都不敢告诉病榻上的周娥皇 但是这又能隐瞒多久呢 躲起来吧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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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岁入宫为妃 29岁香香玉芸 周娥皇活活被妹妹气死了 你能信 自身的疾病和小儿子的离世 让周娥皇的身体越来越差 刚开始的李玉几乎是 医不解代 日夜不休的亲自照顾皇后 但她的病还是越来越重 这时候她的妹妹进宫了 进宫的理由 说是照顾姐姐 目标却是姐夫 李玉被年轻貌美的小姨子 完全魅惑住了 真是没良心的小妹呀 开始姐姐周娥皇并没有发现 但时间久了 也许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她开始拒绝妹妹进宫探望自己 不让他们有在一起的机会 不过此时的周娥皇 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了 随着病情的加重 她常常陷入昏迷 有一天 当她醒来 看到了坐在床边的小周后 很生气 问她什么时候进宫的 后者回答已经进宫好几天了 这一刻周娥皇才明白了一切 以她对李玉的了解 他们肯定已经在一起了 她找到了母亲 却发现原来这一切 母亲也知道 这一刻她心死了 原来最亲近的人都已经放弃了自己 周娥皇失去了求生意志 直到最后离世 再也不肯看自己丈夫和妹妹一眼 公元965年 周娥皇因病在遥光殿去世 中年29岁 嗜好昭慧丧于一灵 她此后 李玉做了招会周后磊 晚慈来纪念周娥皇 可惜的是 周娥皇再也看不到也听不到了 纵观周娥皇的一生 出身名门 容颜美丽才学出众 是积美貌和才情于一身的女子 嫁入皇宫成为皇后 曾经也是享受了李玉的专宠 这在历代皇后中是少见的 但是自古文人多风流 更何况这位文人还是帝王 最后李玉移情别恋 爱上了周娥皇的亲妹妹 导致周娥皇抑郁而终 不过相对于她妹妹 最后的悲惨结局 周娥皇其实还是幸福的 她在最美的年华离去 永远活在了李玉的记忆中 为什么就半宫生不了